日薄西山,烂陀山山巅有一座化地为牢将近四十年的土胚子,出现一丝松动,刹那间金光溢溢,如同泥菩萨开裂,献出一尊璀璨的不败精身 山巅除了这座土墩,还有一位盘西坐地身披破败袈裟的年迈和尚,垂垂老蚁,雪白双眉垂西还不止,在泥地上打了隔转,风吹日晒,使得皮肤有黑折皱,如同一方枯河的田地,趁得两缕白眉愈发惨白 当他看到土胚松动,泥泻落地,分明是几乎细微不可查,可好似在这尊密宗法王耳中,却好似那惊雷响在耳畔,两根长眉纷乱漂浮,身形愈发不动如山 作为烂陀山上号称一生不曾说过一字妄语的政敌大僧,身口念三无师,他与另外一名高僧已经在此轮流近后二十余年 白眉老僧站起身,低眉顺眼,只见碎屑不断跌落,遍体金光四射,真人露相 烂陀山这一刻,漠然诵经郎郎,山势在诵畅声中更显为鹅,宝香庄严 面向东方的老僧回首望兮,夕阳膝下,不知是否错觉,随着那座土墩如同一头酣睡狮子,终于不再打盹 睁眼之后,陡去尘埃,开始要气吞山河,余晖奏亮,比较那如日中天的光辉,绚烂程度,尽是不差丝毫 大日如来,年迈法王缓缓转头,视线中出现一个好似英明转头回到阳世的老僧 比起一百岁有余的白眉老僧更为老朽昏聩,干枯消瘦,恐怕连九十精体重都不到,如此体魄,真可谓若不惊风 烂陀山虽说不尚武,可历代高僧,像那位景算是他后辈的六诛上师,境界修为意识不弱 菩萨低眉慈悲,同时也能怒目降伏龙相 而白眉高僧视野之中的老僧,无声无习无声气,死即异常 密宗宣扬极深圳佛,东土中原一直视为邪辟,归根结底还是如道两教心怀界地 如今黎阳王朝和北莽几乎同时灭佛,实则灭的是禅宗 可白眉老僧却要去洞察这场佛法浩劫之后的大事 他自身做不到,只能够寄希望于眼前这尊发下宏愿要及身正佛 还要众生成佛的无垢镜狮子 枯朽老僧终于开口,声音未出 先是一口浊气如灰烟缓缓吐出 己身心够恰似琉璃瓶,可以一锤敲破 可众生百万琉璃瓶,大锤在东方 白眉老僧面色动容,双手合十,佛唱一声 自膝向东而往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彼烂陀山上百岁法王还要年迈的枯稿 老僧说完这句话后 伸出一手,抚在自己头顶 如同一锤砸在自身 锤散金光,山巅便放光明 白眉高僧面露悲戚 一锤敲烂流离心构平 本该及身正佛,成就无上法身佛 可高僧却知道,眼前僧人根本不是如此 西山之上一轮光辉返常明亮的娇阳 像是失去支撑,在僧人自行灌顶之后 迅速昏暗,炼去余灰,急急坠山 站立时两根白眉及西的僧人 在抬头望去,已不见一物四十年的老僧踪影 两禅寺曾有顿无意说 这一顿,可是有些久了 耳中仅是满山诵经声 老僧轻轻叹息一声 铁门关外一位老僧掠过荒漠掠过戈壁 一次停脚,是手指做刀 刮下手臂肉,喂养山臂缝隙之间的诱因 一次是在沙漠中蹲坐 看那虫制游走 当元本身容垂垂将死的老僧来到奎门关外 好似年轻了十几岁 在雄关之外站定 睁睁出神,眼神昏昏 只看那入关或是出塞积履之人的来去匆忙 一看就是几天几夜 当关塞假释准备前去盘问几句 老僧已经不知所踪 悉数北境多显山身见 数道难于上青天 一位僧依老者身形如红湖 来去如御风 见高山越山巅 遇大河采江面 一身枯木肌肤已经开始焕发光彩 如同东木逢初春 可眼神愈发浑浑噩噩 袈裟飘荡 下一步落脚楚随心所欲 偶遇欠夫在浅滩之上拉船 僧人出现在船尾 踩在冰冻刺骨的河水中 听着属地汉子的浩子 缓推大船二十里 然后一闪而逝 在深山老林中一掠几十丈 喷一声 老僧猛然停足 双手捧住一只被他撞杀的东鸟 手心之上血肉模糊 老僧眼神迷茫 先是恍然醒悟 无声悲痛 继而又陷入迷茫 双目无神 这一战就是足足半寻 其间有大雨滂沱压顶 由雪上加霜清透深谷 直到一日清晨 旭日东升 然后默然回首再往东行 这一路走过黄沙千里 路过京城汤池 千寻之沟和阳长小径后 终于踏足中原 又在小镇极尖之墙下躲雨 官称散行人步履 在高不过西的西畔看人倒一 在越明星西之下听更夫敲更 在明城古都遇见路边冻死骨 这一日 已是年衰竟如花甲之年的老僧 再在一处荒郊野岭一座孤影小种边 看到自己斑驳的墓碑上一字 不知为何行万里路看万人 已是望去自己是谁 所去又是何方 所见又是何人 偏偏在此时只记住了一个字 刘 懵懵懂懂的老僧继续东行 某天来到一座青山 风汗松林 生如波涛 心神所致 飘上一颗古松 眺望远望 听闻松涛阵阵 足足一循之后 才沙哑开口 松涛 一个死死记住的刘字 加上此刻松涛如古 老僧已经不老 貌似中年 似时不惑 对这位东行万里望却前程往事的烂陀山僧人来说 这一刻确实称得上是不惑了 面露笑意 刘松涛 江湖上很快知晓 西域来了葛年纪轻轻的风和尚 一路东游 口中四唱非唱 四诵非诵 所过之处 忽而见人便不合心思便杀 忽而面授积遗传佛法 在一望无垠的平原之上 如同极灌岁鼠的年轻僧人高声颂唱 欲风而行 仍是那一首开始在中原大地上流传开来的无用歌 天地无用 不入我眼 日月无用 不能同在 昆仑无用 不来救我 侧隐无用 道貌黯然 清静无用 两袖空空 大江无用 东去不返 风雪无用 不能保暖 青草无用 一岁一哭 参禅无用 成圣麻佛 大摇大摆前行的年轻僧人突然停下脚步 举目眺望 像是在看数百里之外的风光 他捧腹大笑 娃哈哈一串大笑声 顿时响彻天地间 并未收敛笑意 身上破败不堪的袈裟 开始飘摇飞舞 身形所过之地 不见足迹 撕出一条篝祸 年轻僧人急奔六百里 念壁破壁 入灵折目 逢山月山 最终跟六百里外一位同事狂奔而至的白衣僧人轰然撞在一起 方圆三里地面 瞬间凹陷出一个巨大圆坑 一撞之后 年轻僧人竟是略作停顿偏移 继续前奔 一如江水滔滔向东流 嘴上仍是大笑 帝王无用 无非百年 阎王无用 献我逍遥 神仙无用 凡人都笑 日出东方 日落西方 我在何方 我去何方 天下何人能挡下这个年轻风和尚的去路 邓太阿倚是出海访先 曹长青一心复国 难道是那五帝城之中的王先知 世人不知风和尚和王先知之间有一山 逐鹿山主风 白玉台阶三千级 一位新晋入主逐鹿山的白衣魔头君灵天下 一翅一青两尾灵气大鱼 四里非礼 四交非交 鱼须即为修长 双鱼浮空如有水 在白衣深叛玄妙游异 白衣身边除去两尾奇物 靠近台阶还有一站一座两名年龄悬殊的男子 年轻者不到儿立之年 身材矮小 面目呆滞 坐在台阶上拖着腮帮眺望山景 年长者约莫四十岁出头 背负一条长条布囊 裹藏有一根断毛 中年男子轻声问道 教主 让邓茂去兰亦兰那西域僧人 竟是北莽言语 白衣人平淡反问道 你拦得住拓跋菩萨 自称邓茂的男子自嘲一笑 摇了摇头 教主的意思很简单 拦得住拓跋菩萨 才有本事去拦下那个灰衣和尚 毕竟此人连白衣僧人李当心都没能成功 矮小男子开口道 就算他是当年逃过一劫的刘松涛 巅峰时也未必打得过如今的王先知和拓跋菩萨 白衣人冷笑道 等你先打赢了天下地久的邓茂 再来说这个话 邓茂轻声笑道 迟早的是 北莽以后也就靠洪敬炎和这小子来撑脸面了 白衣人没有反驳 缓缓走下台阶 匍匐在台阶之上的镜千位大小魔头镜低头 白衣人面无表情看向西面 李当心不愿纠缠不休 那就由我洛阳来跟你刘松涛打上一场 未完待续 MING PAO TORONTO